大家好,欢迎订阅以及收听富贵说历史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时间上离我们最近的大型战争了, 发生在1939年9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, 一共造成了大约7000万人死亡,约1.3亿人受伤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欧洲到亚洲,从大西洋到太平洋, 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,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各个参战国纷纷使用了先进的炸弹和武器, 作为效力超群的杀人机器,因此不难想象若干人类史上。 最惨烈的战役也就应运而生,列宁格勒战役。 列宁格勒战役历经数年,从1941年9月一直到1944年1月, 在这场战役中,不仅是军人,连男人、女人,甚至是孩子, 只要能出上一份力的,全部被动员起来,保护城市的边境, 抵御纳粹坦克的侵袭。 尽管这场战役如此惨烈,苏联军队极起人民最终还是成功阻止了德军的进攻, 并把他们的城市从彻底毁灭的危险中挽救了出来。 斯大林格勒战役 1942年纳粹开始进攻斯大林格勒,斯大林格勒是苏联的重要战略要地, 纳粹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疯狂的进攻,与此同时苏联军队也进行了强烈的反击, 战役如火如荼的持续了五个月,大街上到处都是枪声, 到了11月,苏联进行大规模反攻,把侵略者逼退, 这场战役将有力的形势转向了同盟国,胜利的同时双方都遭到了惨烈的伤亡, 阿登战役 阿登战役发生于1944年12月16日到1945年1月25日, 使德国二战末期在欧洲西线战场、比利时瓦隆的阿登地区发动了攻势, 此次战役造成盟军19000人死亡,47500人受伤, 而德国大约有8.5万人到10万人死亡,诺曼底登陆, 1944年6月6日早上,同盟国发起攻势, 英国、美国和加拿大军队抢攻了诺曼底沿岸的五片海滩, 这场战役持续了数月之久,造成了德国至少伤亡32万, 同盟国23万的伤亡,冲绳岛战役,冲绳岛战役持续了82天,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中,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行动, 该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, 中伤亡人数最多的战役, 日本方面共有超过10万名士兵战死或被俘虏, 美军遭受的人员伤亡亦超过8万人, 美军得以使用原子弹轰炸广岛机长旗, 最后导致日本投降, 最惨痛的是,有人估计冲绳岛战争中, 至少有15万日本平民丧生, 优优独岛战争中,